988新闻线 这条文就阐明呢 国语州议席的选举开销顶线 分别为20万令吉和10万令吉 因此222个国会议席 和505个州会议席的 这个选举开销 分别是4440万令吉 和5050万令吉 总开销应该只有9490万令吉 所以我们之前也提过说 26亿令吉可以举办26次的集会吗 针对这一点呢 我们就访问到了 前律师公会的主席杨映波先生 来回应看看这个问题 杨映波律师其实想要问你的 就是公正党现在的这个举动 你是怎么解读的 它是不是一种政治行为 还是真的是有机会呢 他的这个意图是什么呢 我就很难去猜测 但是我如果用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我可以说完全是没有可能的 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这个选举的法令 在上一届选举呢 完全被破坏了呢 在法律上呢 法庭是有权利说要重新来选举 但是这个是在理论上 在设计上呢 尤其是我们的马来西亚这个现况呢 这种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的渺小的 虽然是希望是非常渺小 但是这个动作我觉得有别别层的意义 这表示这个有很像教育民众的意义 第二呢 就是说不可以就此把它当作不了了之 那个选择是对于社会是更加有害的 就是说这么大的事情 我们就说哎呀算了啦 既然是设计上很难有效果 我们就不采取行动的话 那么这种选择是更加的不健康了 不管它的成功与否呢 我觉得这样子做还是有意义的 988新闻线